你出席內湖活動的時候 你說民生細止線或許可以解決內湖交通的問題 但是你以前有說民生細止線是滿長的 不是有網友撐一段這個講話有點保證 不是 民生細止線如果要做要前段 你不能做東段 這以前有討論過很多遍 就是說他如果 所以還是那個回歸到專業 對台北市來講環狀先優先 因為錢就這麼多 細止民生線那個接的話 一定要跟我們這些環狀線要交接的地方 要連到細止去 沒有 這專業提供我來 其實對新北市市民來說 因為細止的交通的夢魘已經快二十年 尤其我們細東線也談了二十年 那目前我們已經送到行政院 那交通部這一邊已經都修港了 大概都認同 而且在去年我們就已經協調過了 細東線先幹 然後我們細東線希望 中央快速的活變 讓我們先啟動 市長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最近高端議題 包括像是原本預簽的五百萬劑 遠遠沒有打到可能面臨過期的永進 甚至像柯市長連數也講到說 高端族可能面臨過天荒 世界要打四劑 兩位市長怎麼看這件事情 我每天都要罵人 我都要罵人 我都要罵人 你先說 你要要禮珍說 我每天啊 這本來都議期中的事 因為高端是這樣 你拿不到WHO的EUA 更不要說拿到WHO的Approver 這更困難 EUA說緊急授權使用 沒有 這還是有國際的標準 這本來就意料中的事 問題是第一劑已經打了77萬人 這些人恐怕 除非他永遠不出國 出國還是要重達 簡直是實驗的白老鼠 現在那個高端 也沒有做過糞打的臨床試驗 現在反而要上線 所以老實講喔 你不懂醫學就算了 懂的話就越想越生氣了 如果要關的話 核四要關的話 蔡通通上任已經五年了 第一年就把它關掉 每年四十位的封存會 還不用付雷 所以不要再把核四當提款機 蓋也對不蓋也對 就做個決定就好了